10-11 大家好,欢迎收看足球头条 今天又拍大包为大家报导足球的最新资讯 首先,我们看看newsnow那段 刚刚那三个小时 究竟有什么热门的话题 首先是Football London 欧联可能有些改革令阿仙奴、车路士和热刺受到影响 Metro说 曼联的CEO胡华特 可能找到迪基亚的候補方案 Mirror说 究竟曼联会付出多少代价 找到韦弗特沙夏 水晶公的球员呢 继续是Football London 阿仙奴的一些转会消息 转会是多人看的 Sportsmoke说 昨天都说过曼联可能想签梅沙丹给你 Daily Mail 利物浦可能有100mil 即是1亿 賣走球员的资金 这么厉害 Football London就说 曼联目标了两个前锋 热刺又跟爱华顿争取一些球员 难道是在说三个? ESPN就说 这个是说世界杯 未来的世界杯 卡塔尔 应该是第一个世界杯的场馆 我猜是 未起好未起好 HITC就说 热刺 欧联的英雄可能会离开 Daily Mail就说 Albert Riera回到曼城 找哥迪奥纳和亚迪达 拿一些意见 OK 这几多新闻就是我们重点 和大家介绍 第一单就是Football London 刚才也有提到 有什么改变会令阿仙奴、车路士和热刺影响呢? 事源就是这样 欧联的改变 将来的欧联会是怎样呢? 这几个星期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话题 车路士热刺已经入了明年的欧联 而阿仙奴希望可以赢得 车路士在欧巴尔的决赛 他们也会有欧联踢的明年 但是 欧洲足协和 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 想重新调整 欧洲足球措施系统 希望有 升班和降班的机制 可能对刚才所说的那几个伦敦球会有点影响 刚才说了就是欧洲足协和ECA 现在有多一个机构参与 去讨论 EUROPEAN LEADS ORGANIZATION 这个EUROPEAN LEADS ORGANIZATION 是什么呢? 有35个球会 在欧洲里面 他们觉得这个改革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就是英超的前老板主席 我猜是主席 Richard Scardamore 在Warsall 在星期四开了会 在说 关于改革 他们 做了一个声明 声明是什么呢? 刚刚之前欧洲足协和ECA提出的 欧洲的球会比赛的改革 只是能够对于一些比较大的球会 或者一些传统的球会是有利益的 但是 令到 现在的联赛和很多其他球会受到伤害 尤其是 在一些 当地联赛的球会 这样 大家都明白到 欧洲足协是很需要重新 再考虑欧洲的球会比赛 是怎样做的 他们明白这一点 但是 这个就是 但是这件事就损害到很多当地联赛 因为可能一部分的球会 就比较上 想去 踢欧洲的新改革的赛事 就可能 令到 本地联赛 没有那么 有影响 这个就是 曼元的 CEO 胡华特 他说 他的意见关于新的赛制 这是欧洲足协的想法 亦说得很清楚 希望多些球队有得踢欧洲赛 所以 刚刚那年 有80个球队 在欧洲赛 在欧洲赛 亦说得很清楚 希望多些球队有得踢欧洲赛 欧洲赛 提议 提议 128个将会提升 50%的增加 他也说有其他因素 按照他的立场 我们觉得 这个提议很有赛 但也有很多工作 这就是刚刚后段 曼元是穆胡华特 但这个 EU 曼元找到一个后备方案 因为迪基亚的续约 暂时未能续约 有机会卖 迪基亚走 但他们已经 找到巴塞的第二门着司 李晨作为一个替捕 他们也是引述 这个媒体 迪基亚要求人工 像Sanchez那样高 胡华特说 这么高的人工 没什么所谓 对不起 没什么所谓 对不起 胡华特也在私下 他在私下评认的事情都知道 你看看多厉害 他私下评认了买山赤士 整件事是做错了 所以他不想再重复犯错 他说 这里也是 拋出了些数据 除了保古域 Leno 和波利茅夫 两个门将 有三个错误 迪基亚也有四个错误 即是今年的错误 比较多 一毛钱也收不到 所以这里就说 曼联可能今年的球季 可能尝试 卖走他 拿回钱 这里就说 PSC和祖欧尔达斯 还有王马 也有可能有 如果迪基亚 离开曼联 如果迪基亚 离开奥特福的话 球会就要找回替代 斯里晨就说其中一个名字 荷兰门将 因为在巴塞里面 迪士特根 正选门将 很稳定 所以没什么机会出赛 他的身价大约是2500万磅 2500万磅 或者2200万磅 但斯里晨还有两年合约 在巴塞里面 他也很想说 多赢正选的 经常可以多赢球赢正选 在三季里面 他只出过30场 三季 三季里面 只出过30场 在阿迪斯 连了 巴塞里面之后 他在荷兰电视节目 有一个访问 第一个问题 我会放假 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我有个新球会 可以赢的 因为我真的很想赢球 这样 接着这件事就是 关于 每天的电视 利物浦可能有 100名 即是1亿英镑 的球员 包括哪个呢 包括 Marco Gurvich 和 Harry Wilson 不好意思 Marco Gurvich的读音 我不太懂 希望 如果读错了 大家 可以改正 我真的不会读 OK 利物浦可能会有 1亿 出售球员的资金 有什么球员 会卖呢 哈佛柏林 很想 签资金 签资金 这个真的不会读解 如果读错了 希望多多包含 和留言 改正 其实已经借了 哈佛柏林 今年可能想 买断 利物浦 需要2000万磅 20m 英镑 类似的费用 在今年外借了 打比棍的 Harry Wilson 也是同样的 假设成 已经是40m 4000万磅 雷丹 这个集委的球员 大约是 1500万磅 15m 这个新价 暂时借了 玻璃茅夫 不知道玻璃茅夫 有没有机会 想买 另外他们的 龙玻璃茅 亦都是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新价 大约是14m 即1400万磅 除了这几位球员之外 亦都有一些 新闻关于他们的年轻球员 Rafael Camacho Rain Kent Taiwall Amonie Shiye Ojo 和Ovi Ijaria 不好意思 这几个名字 我真的不肯定怎么读 这几个年轻球员 基本上 有很多 球会有兴趣 去问假 所以加上加上 可能就算到 100m 即是1亿 这几个年轻球员 说回 Marco 我真的不知道 希望不要读 23岁 在阿法华林 踢得相当好 入了5球 在21个 得甲的比赛 另外 Wilson 打比棍 22岁 入了16球球 42场 英冠比赛 代表打比棍 打比棍 好像昨天报道 已经去了 富家赛的决赛 还有一宗新闻 要和大家报道 这宗是一些好人好事的情况 英超联的官网 爱华顿有些计划可以帮到当地的人 因为作为足球球会 除了踢球之外 都希望做到一些 帮到当地的 朋友 爱华顿做了什么 大家一起看看 他们 有两个 project 展示一下 他们对 一些爱华顶球会的人 或是一些当地的人 可以帮到他们 在心灵上高 和体格上的健康 都可以帮到他们 两位球员 Leighton Binks 和Tom Davies 最近 去了探望一些朋友 去到一个 People's Place 有两个 project Stand Together 和Active Blue 希望做一些正面的影响 对于 当地的 生活圈 做到一些正面的影响 他们两个 首先 去到一个 怀旧的 免怀 以前的 Session 有些年长 有些长者 参与了 就是Stand Together 的计划 那些朋友 大约是70岁以上 可能 他们未能融入社会 怕他们被 排除了出外 所以这个Stand Together 是2016年已经有了 希望 带回朋友 回来社会 大家可以 在当地社会 沟通多些 接触多些 他们会去探讨一些当地的地方 亦都和 年纪大的朋友 希望 跟他们聊天 尤其是 说回他们 以前的事情 亦都希望 带他们重新 融入社会 这个就是 爱华顿Stand Together 的project 想做的事 爱华顿的 职员 社区 参与的主任 Henry Cooper 他说这个计划 希望 让参与的朋友 真是 带回他们的生活 可以回到社区 所以两位球员 参加了Walking Football 希望可以 令到一些35-50岁的男士 参与做多些运动 这个叫Active Blue 他们每周有些体育活动 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的 心理健康 还有多些 跟社会的人 参与交往 以及自己帮到自己 他们亦都会有一些 义工 或者找工的帮助 目标就是 希望少些人 去 碰这个毒品 继续 这是Layton Baines 这位球员 Baines 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希望 鼓励大家 心理上 可以健康一些 或者活跃一些 有一个很正面的感觉 希望 令到大家 身体上 包括 心态上 或者 体能上 都是好一些 和强壮一些 OK 真是 真是好人好事 我们也希望足球界可以做多些 对于社会有互联的工作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足球头条的朋友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也订阅这条影片 多谢各位 拜拜 by bwd6